好 这一段的节目依旧非常精彩 而且有热腾腾出炉的央行礼监事会议的决议 要打房咯 已经确定了 而且要升存款准备率 这是个什么意思 台股的多头气势会不会被压抑下来呢 无论如何 今天台积电的秒天息 让我们燃起了线希望 因为六七八月很多的族群要除袭了 会不会也有秒天息的行情 好 我们来欢迎这一段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国宝级的技术现行大师 杜金龙 杜大师 好 杜大师在这一段要独家帮大家来讲 现在央行到底没有明说要升息 可是升存准率 这件事情杜大师觉得有一点小言重 等一下要来跟大家讲清楚 不过也上调了今年的GDP到3.77% 显现我们的经济是很活络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股市要跟我们的利率做一个PK 能不能续航下去 那除了台积电还有哪一个族群 杜大师是认为今年填席几率非常高的呢 重点我们会继续帮大家扫描 但是会扩充出去哦 所有绿能相关其实杜大师觉得有更好的选择哦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选股教练 维太维太呢他这边要来看美国的央行哦 到底今天的热钱party出了什么样的大力多 因为我们听Boro讲话总是听不懂 没关系维太听得懂 他会来告诉大家 其实今年的资金行情很充沛哦 外资今天大买台股 其实投信很开心 因为投信希望 外资助自己一臂之力来做到祭底作帐 等一下选股教练帮您选 投信祭底作帐 外资也加持的标的会在哪些族群哦 好 第三位来宾哦 上次来大家觉得 哇 好像来赵华这边 帅了十倍以上的Vic分析师李志健哦 上次有介绍哦 非常专长在半导体领域 但Vic说以后其他领域他也可以说 但今天要来讲一件事情了 大家认识BROCON吗 博通可能比较陌生一点点 但是他是非常有名的网通晶片大厂哦 博通跟台湾的供应链有什么样的关心 今天Vic独家拆解 另外哦 i16苹果要用到台积电的3奈米晶片了 但是Vic已经看到2奈米告诉你 台湾有哪一些2奈米供应链 可以提早做布局哦 好 首先有请杜大师 赵瓦好 好 金龙给您出难题了 金龙今天开了央行的礼监事会议 要升纯准绿 好 这让我们有点担心 虽然今天台积电秒天息 还赚价差 可是会不会台股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呢 另外要帮我们扫一下 重电的反攻加上绿能的补涨 先来看一下央行好不好 另外一个金融 对 还有那个金管会那个是盆金融 同样三个金融 同样 一般来讲我们在这个行业最重要两个 一个是货币政策 一个是财政政策 那一般短期大概像会的 他们也经常在用这个货币政策 那货币政策有三种 一种是NCD 就是可转让定存单的 Overnight 隔财利率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重贴线利 所以上次我们不是办法办法 第三个就是纯准利 好 纯准利 所以以前我们在空投市场的话 央行每次那个前面两个政策弄完以后 他最后就降纯准利就股票市场 所以降纯准利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利多 但现在反过来 他今天是调升纯准利 调升了这个一码 那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在 整个市场走多头的话 以前的政策都会踩刹车 那一般来讲踩刹车的时候 一而载 载而刹 所以现在才第一次 才第一次 可是大家稍微有紧急性 因为一般来讲 除了央行完以后 军管会 其他的大概都会 所以我先把丁一伟说 有在踩刹车 那这个存准利的话 一调他就会把资金收回去 所以等于相对要调利息的一个变相 可是因为存准一调完以后 这个货币就会收一部分 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 明天报纸大概会计算 这个存准一调一码完以后 整个资金会有一个城市的效用 会收多少 所以这个是缩资金 你觉得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们都是 以前是利多 再来就是第二个 他打还的话 他也把第二个 第二捐还值的一个贷款 大概把它减少 那一般来讲 还是以六都为主 外加新竹 这是第二个 对于我们四月份 我们的营建股稍微有所谓影响 那其实营建股在那个五月份 六月份都有稍微做休息 那再来他对于整个CPI 稍微比较乐观一点 大概我记得我们都已经2%左右 他只有到2点多 那全年只有2.12% 对对对 稍微比较乐观一点 如果说他除非油店那边 不动 那这稍微比较乐观一点 再来他就是GDP GDP晚上调高到 3.77% 其实我们主计总处在 5月30号 他及时把我们GDP晚上调高 可是我们GDP 大家一定要晓得 我们是1Q最高 后来主计走高 可是这个因为基础比较关系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现在上半年股下 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GDP本来就是 1Q 2Q 3Q 4Q 基础比较关系 大概 可是整年度他是晚上调高 另外来讲的话 因为央行没有公布 这个GDP里面的出口 像主计总处有估 我们的整年的出口 大概10% 比以前 大概6%晚上调高 就代表 因为出口成长10%的话 代表我们的外销不错 那对于我们整个电子股 就会比较好的一个利多 所以我对央行刚才的一个 这个动作 做一些个人的一些意见 好 可是现在看起来要PK了 资金要紧缩了 可是GDP是成长的 出口看起来也不错 对对 台积电创新高了 对对对 好 美国看起来 今年有可能降息 好 很多利多利空在PK 我们要往哪里走 一般来讲 我们股票市场 是领先我们这总体经济 大概2到5个月的时间 所以像7人 我们不是很多总体指标不好 可是股票市场 就从谷底开始上来 那我们现在这一小坡 我们大概已经涨了20个月了 20个月 在21个月 我们前一节有讲过 21个月 可能下个月压力稍微 比较大一点 这是我们大盘的一个东西 那再来我们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秒停息 这个是大家预期的 因为现在台积电摸到9字头 大家一定会看千金 所以今天报纸不是说 20支千金股 都已经把台积电纳入 这里面的名单 那一般来讲台积电 只要这个1PS 因为像我个人经常 每天看N大的NQ报告 他都把今年的1PS 调到40块 明年到50块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本益比 交易所是23倍 那我个人计算的前瞻本益比 是20倍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AI股票 很简单 大家看一下你乘以20倍 大概就目标多少 那台积电如果说50块的话 应该20倍千金很容易 所以他今天秒停息 我认为每次大概 这个利多晚又除息 他大概都会反应 还有用营收 还有做法收费的话 大概都会有很多好消息 那今天大概停息完又 我大概都来回波段 这样做台积电 好 因为上礼拜 是来回波段做 但是上次有说 过了878 大盘一定会再创新高 而且台积电也会有一个角度 往上冲 对不对 对没有错 因为878过完以后 他就够高 那如果说连这个900多块 我们就用EVA的算法 那我们记得我们有一次 在这边算EVA两个 一个886 一个是1223 那如果说你要1000块 那大盘就会涨到那个22826 那如果说台积电 有到11200多块的话 那点数应该会12682的乘以两倍 就是我们的25258 这是更高的一个阶段 那一般来讲 台积电大概都是一段一段做 他每次转完以后 小休息完以后 再会持续往上面去走高 好 当然台积电会牵涉到 台湾如果要发展AI 会不会缺电 我现在讨论的很凶 所以重电族群 最近又成为牌面上的热点了 对 因为现在经常会用那个画面 就是说人家问华人先生说 你要用AI 还有查尾很多都来 大家就会问他说 这个AI 那我们台湾的电力怎么 还好他都没有在讲 所以这里面的 不好说 那我们的经济部长又新的 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口 所以这个重电股 后来大家也发觉到 如果是最后AI是台湾的中心 那你这些重电还有电线电 还有一个利能 有没有 又会活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类股 大概在上一次就有说 稍微比较回档 所以你看到今天 在重电股化 整个台积电拉上来以后 华城有没有 就上来 市电还有那个亚力 大概都比较有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上涨 还有一支的 九顶电的涨停板 它是这一波最率先涨停的 对 那在我最近的话 整理了 像说我们去年 不是有四大类股新的 那我上次有整理 那个居家生活运动休闲 那我这一次整理 大概利能跟环保 那利能环保里面 有很多了 跟这个重电 这个有关系的 其实也有相关 也有相关 这些股票 大概有的都是算还不错 那虽然说成交比较小 可是他们的获利 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工区 所以在我们的 除了重电四雄 晚以后 在我们的利能环保里面 跟这个利能有关的股票 这边也可以做参考 华城跟四电 重电四雄的话 其实他这阵子休息 那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会有效 其实我们最近很多股票 都休息一段 像说四星KY 大概休息了 从上面下来 差不多高点下来 大概42% 还有我们的老AI 现在比较低的话 就是伪串 从上面下来 大概42% 那这个我们讲 重电里面 首选就是华城 华城高点 这个988 下来这边 我算一下 大概跌32% 那32% 晚以后跌生 一定会反弹 所以他这支股票 他率先做反弹 那一般来讲我们看到 他这边跌了32% 晚以后 这边打一个底 那这里面冒大量上来以后 一般来讲就以这个为主 以这一支长黑线下来以后 他如果有够这个898 那这样就有机会再挑战这个高点 那他里面的获利算还不错 因为NQN都已经往上来调高 以前我经常开玩笑 以前在上来的时候 NQ报告都一月两月 后来写了27月的NQ报告 这反显就 以前根本就没人写 对对对 写了27月就988上来 差十几块就到1000块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 他这边修正完以后 现在晚上再去供这个压力期 会不会再挑战新高 因为大盘如果好的话 理论上这一类股应该经常会回来 好 等于我们上段 其实艾伦也有提到 对不对 900块也算是一个整数观 要过啦 好 四电 四电我们就上次有讲 只差三块钱 全国只有有这个361块 那他也是一样 这边也有修正的比较多一点 修正的36% 那36%这边拿一个底 那你看到他的角度 比这个华城稍微低一点 那这个量也比较小 那一般来讲 我们看现行就是这样 你在前面这个 这个跳空缺口下来以后 如果说他你这个 还稍微比较远一点 那如果说华城有先突破 上面那个压力 其实他一定会带动四电 中心电压力等等 那再来看他获利 获利有没有八块钱 这里面有往上面调高 所以重电三雄 四雄里面大概 这里面都会做轮涨 那我认为整个一个 有这个AI缺电的效应完以后 这个类股应该是 经常会有轮的机会 这是我对于他的看法 也是要轮动啦 不能让台积电一只飞上天 大家也不喜欢 对我来讲是比较好 你很喜欢 可是大家还是以路紧张 因为天天涨的话 有时候你也会说 到底要不要下车 下车完以后 你会想说要不要买回来 好甜蜜的烦恼 那这一次我有整理 那个利能环保 那利能环保的话 尚为头后 他其实涨一段段完 又做休息 那获利的话 因为他两年前获利比较好 也稍微有修正下来 所以他股价 这边也做修正完又一段期间 有没有 现在在这边做盘整 那今天早上有那个 四季刚涨停板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香港的股票 如果也有轮涨 他应该也会考虑到他 好 所以稍微投控 可以参考一下 已经有回档了 好 太阳呢 有点可怜 对对 因为我这一次在整理的时候 OTC 以前我很少整理 那后来整理很多OTC的话 就说他们成交量很小 可是他们的获利算多还不错 你看到 因为他没有写研究报告 那他是做太阳能的 太阳能的 那配息也不错 那这边的话 你看他先涨一大段 有没有 就说有人认同这一个类骨 他完以后 涨多在这边做休息 这个一个类骨 那以短线来讲 他在这边高档整理完 又也是在这边做打底的动作 就是里面的一个太阳能的这支股票 就是三五五一亿的适合 有在打底 因为大家如果想要希望太阳能有起来 打底的股票比较安全 对对 那讲到妙天席 你觉得是谁 因为两年前大家记得 两年前的话 互帮金赚12块 国泰金赚10块 那这一次我们一到五月份公布 国泰金跟富邦大概4块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假设下半年股市还是在有多头的话 理论上他们会赚一个资本的 那在那个金管会有公布 那个缩写公司 他们好像四月份有卖一些股票 所以来讲的话 你看缩写公司 最近的获利非常好 那如果以这样的话 因为现在研究员估得这个 说稍微比较保守 我们大概这个凯基的研究员 有没有 我那个认为他应该迟早会晚上 因为前五月都公布了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来不及写研究 那个研究报告做修正 那理论上我这一次把14家的金控 把它做一个总整理 那一般来讲 台积电现在秒填息 把上一次那个政新填息的 这个阴霾拿掉 真的是阴霾 对对对 大家就会认为这个填息有 那我们看这两党 好富邦金跟国泰金 刚好龙头 打房会不会影响到他们 理论上会有 可是你只要去北面不错都可以 那大家看他这个获利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会晚上调高 大家只要看他器人的 除息的时间 这样抓了 器人是7月21号 所以你抓一下 因为他还没有公布 那一般来讲就7月20几号 那他这一次配2块 跟股票 0.53块钱 那他前一波高点是87块多 那我们认为 他最近角度也算很好 而且价量多算机 而且我这一波 除了买台积电 我也有去买护房金 因为他这一波角度非常好 所以是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谢谢杜金龙杜大师 我这个宁大师 我这一波都给你了 我这一波的 我这一波护房金的人 我这个不仅行的